大家好啊 又跟大家开始聊了啊 今天是7月24号吧 星期五啊 西班牙时间的上午9点50分啊 中国大陆时间加个6 15点50分左右啊 给大家聊聊跟朝阳公园有关的一些事啊 这里边 也有红二代的事儿 也有这个影星啊 出卖自己身体换钱的事儿 还有跟艾未未有关的事儿啊 还有跟媒体有关的事儿 全在这里边啊 大家介绍 这就是朝阳公园的湖面 正对这个米黄色的建筑 这就是北京很奢华的地方 叫八号公馆 吃喝玩乐 都是非常高级的商人 达官贵人去的地方 正面这片楼是北京空军司令部的 他们盖的这个住宅楼 这座眼前的这座啪啪的建筑 啪啪在地面呢 这是花了6个亿 这个建筑比鸟巢还复杂 这个建筑是什么呢 这个建筑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建成以后 大概没开几个月 大概两三个月 还没到这个正常运转的时候 就叫停了 因为他的媒体太自由了 近日 现在在这儿 等于是 废物一块儿在这儿 爬在这个湖面边上 在外面这边转 这个叫朝阳公园 中央广场 我们管它叫 它叫山水文园 这个我们叫大黑楼 大黑楼 再过来 这边 不清楚了 这边就是北京著名的 看一下啊 哎 这一片 这个是想当初 曾孟儿子 曾美开发的 和美国人开发的 这是 北京是很著名的 就是 曾吕泉 曾吕泉国际公寓 嗯 曾吕泉 哎 在他的边上 就是我家的 那个 等于是 国产化的公寓了 哎 我现在就在湖边的 这个小路 林茵小道 现在往回家走 谢谢 啊 大家好啊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啊 我的一个大哥 他拍的 他说这个八号公馆啊 就在那个朝阳公园的西边 是一个高档的餐饮娱乐这么一个场所吧 八号公馆呢 我是没去过 那里边消费比较高啊 我这是穷人 但是 我知道 这个 那里边 包括也有洗澡的吧 人家不能叫洗澡哈 不能叫澡堂子 怎么说来着那词 洗浴 对对对 叫洗浴 那里边啊 有明星 有明星啊 女明星 基本上是有行情的 比如说你要跟他发生的这种雨水之欢啊 这个乌山云雨 大概 我知道一个人好像祖籍是大连的 大概是八万 八万 嗯 然后旁边有一个蛇餐馆 就是这个各种的毒蛇 眼镜蛇 什么过山风 蛇餐馆 广东风味的 那个老板 是我原来的会计 我原来的会计的弟弟 这个弟弟呢 跟他是同一个父亲 但是不是同一个母亲 是原来朝阳分局的刑侦队的一个警察 一个刑警 然后他说那个北空啊 这个那另外一片楼是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北空他们开发的楼盘 呃 北空司令部实际上是在这个光明桥 光明桥重温区 光明桥的西南角上啊 那其中有一阵的司令员是河北仁秋人 从我妈这边论算是我们的老乡 然后北空后勤部 有一部分啊 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台积厂 头条 那个胡同里 东口 那个院里发生过一个凶杀案 九十年代吧 大概是 呃 九二年左右 一个河北兵把一个山东兵给杀了 这个 这两个兵都有后门 他们的各自的亲属的长辈都是北空里边都是军官 两个人互相不服 然后河北兵保定的吧 把一个山东烟材兵给杀了 现场非常的惨 用刀杀的 然后他又说到那个那个啪啪的 就是那个呃 圆国东东的那个啊 像一个大斗虫 大绿斗虫的 那个是凤凤卫视的一个楼 花了六个多亿 但是后来没让启用 说是 据他说是太自由了 其实没有那么自由 有人啊 当然有人形容凤凤卫视 他注册地点不是在 这个香港吗 说他是香港的媒体 什么吴小丽什么的哈 胡一虎啊 阮刺山啊 他们还经常采访一些国家领导人啊 说是香港媒体 但是有人说凤凰卫视就相当于大陆驻香港的媒体 相当于港版的cctv 但实际上呢 他还是有比较自由的成分在里边 呃 里边应该有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股份 还有国家安全部的一些股份 国安的股份 这个大老板叫刘长乐 刘长乐原来就是总参 是总参三部还是总参二部的 反正是搞情报的 刘长乐 这个刘长乐手眼通天呀 在香港他有太平绅士的头衔 啊 然后李敖从台湾来大陆 啊 到北大清华做演讲 也是他安排的 这个 凤凰卫视的节目的录制 我参加过好几次 反正他们现场的那个副导演就说了 说这个 说我们凤凰卫视是中国大陆最 那个什么 就是最自由的媒体 后来他们又在旺京 大旺京商务区 他们也有一个演播中心吧 也有他们媒体的一部分 在旺京也有凤凰卫视的 凤凰卫视 2007年 2007年跟我接触过 2007年 我也是被中国的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杂志 报道过我的事 也是 有一篇文章是写我的 然后上面还有我两张照片 有一张是在我家 有一张是在北大 北大图书馆 我呢 发表了演说 后来凤凰卫视也找我 两个 两个吧 一个年轻的 两位女性 一个岁数大的 好像是个头头吧 是个编导吧 之类的人物啊 我也不太懂 给我约到哪了呢 给我约到了 双鱼树 海淀双鱼树 当代商城 一楼有一咖啡厅 给我约到那 他们有意呢 就发掘我一下 挖掘啊 看看我是否适合 上他们的节目 但是呢 我那会儿也年轻吧 三十多岁 也是 出生牛犊 不怕虎吧 我基本上 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 可能后来他们觉得 这样不行 反正就见了一次 后来就没再跟我接触 也可能是感觉 我的财学啊 我的知识面啊 我的各方面不太符合他们的条件吧 反正我啊 我这人就爱实话实说啊 我也不往我自己脸上贴金啊 也不扩大 也不缩小 就有这么回事啊 另外他刚才说那个 宗吕泉 他说宗吕泉是 曾庆红的儿子 曾伟开发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说跟美国人合资啊 当然他住附近 他清楚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那个宗吕泉里边 宗吕泉里边 住着维维 大家还知道吗 维维90年代特别火 那个老家是广西的那个女歌手 后来嫁了一个瑞典老头吧 生了仨儿子吧 还是几个儿子 后来又离婚了 又回到中国生活 然后就维维就在宗吕泉买的房子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叫什么 朝阳公园南门 发生过有一个女记者吧 云南人 他说云南有一个铜矿 还是有什么 有污染 完了跟这个吴法天 吴法天是中国正法的 还是哪的 一个教授吧 俩人约架 跑那约架去了 完了好几十个网友围观 后来爱卫卫也去了 爱卫卫就比划的比划 也没真要打吴法天 吴法天是个小个 有这么一件事啊 这个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这个大黑楼和白楼之间 它加分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建筑 就像一根柱子似的 这个就是中国叫中国尊 500多米高 但是这座建筑 比上海那座建筑 上海的好说好像是金茂 是什么 是600多米 金茂大厦 金茂中心 这就是那个棕楼泉国际公寓 这个建筑非常的 里里外外 全是一水的 食材非常高 远处 远处是中国尊 CBD 这个棕楼泉 对 还有我一个朋友 我一大哥吧 就是年轻时候呢 也进过监狱啊 就北京话就进去过 遮了 也是半黑道吧 后来搞建筑 搞建筑 在建筑行业里边 原来他们的建筑公司 就在这个中央办公厅 机要局 那个办公区里边 算是有点托的那种公司吧 他跟那个原来 北京市有一个建委主任 叫施宗林吧 一个老爷子 他们关系也是特别好 去年前年 他们还在外边 宾馆里边开房 然后还在一块 住几天 另外他们跟那个 张百发的弟弟 叫什么张百松吧 好像他们都认识 好吧 就聊这么一小段吧 反正一个小花絮啊 谢谢